如何在网站上添加视频 订阅网站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展示两种方法,即如何在你的网站上添加视频 人们将无法下载、窃取或链接到你的视频并窃取你的带宽 另外,这也是创建视频订阅网站的第一步 但首先我将谈谈订阅网站建设者服务和订阅网站插件 促进我的工作,本节约两分钟长 你可以跳过这一节,下一节是视频的开始 这个影片是中文的,我必须宣传或宣传我的工作 此外,我的一些其他视频可能会有所说明 我的其他视频包括以下内容,这些视频都以中文播放 我必须说明视频的语言,因为YouTube使用视频中的资讯 而不是标题或描述,知道它也应该显示谁的视频 所有这些影片都是中文的 如果你看看顶部,你应该看到一个小的白色圆圈 如果你点击这个圈子,它应该给你一个清单 我的其他视频是英文的 这些只是我的几个视频 视频编号1,谷歌免费网站托管 对于我的视频订阅网站,我每月支付29美分的网站托管谷歌 视频编号2,最终切割专业为谁知道100%什么都没有的人 我设计了这个视频,让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最终切割亲 并可以创建和发布视频今天 视频编号3,车库带的人谁知道100%对音乐一无所知 我设计了这个视频的人谁不能演奏乐器 不会唱歌,对音乐一无所知 可以创造音乐今天 视频编号4,如何将视频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我把我最流行的视频翻译成12种语言 我展示我如何在一天内将2到4个视频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视频编号5,wordpress如何开始 此视频是给刚开始感觉不知所措的人 我表明所有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学 最难的部分是开始 视频编号6,我在YouTube上赚钱的策略 这一战略将使我能够从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赚钱 此外,我显示为什么视频或CPM的支付率 不是基于您的频道或视频的浏览次数 不是基于您的频道的订户数量 不是基于您的频道或视频的主题 如金融、旅游、冥想等 而不是基于您的频道的受欢迎程度 此视频是从英语翻译的 但是,要更改wordpress中的语言设置 转到设置,然后按一般 然后按两下网站语言 现在选择你要建立网站的语言 你可以将wordpress更改为任何语言 如韩语或阿拉伯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网站建设者服务 你可能想明白了 如果你通过媒体库、谷歌驱动器、Dropbox等 将视频添加到你的网站 那么这将允许人们下载、窃取或链接到你的视频 此外,许多视频订阅网站建设服务要花很多钱 如Kajabi.com一年的费用超过2400美元 WP视频会员的费用是一年360美元 这里是我的网站 我有十多个视频 有些是免费的 有些你必须购买订阅才能观看视频和下载相关文件 我每月支付29美分的托管费 视频存储一年60美元 我的域名一年15美元 这相当于一年约78美元 因此,我的视频订阅网站每月花费7美元 因此,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么你几乎可以免费创建和运行任何类型的网站 订阅网站插件 我使用的订阅插件叫做Ultimate Membership Pro 不要把它与名为终极会员的订阅插件混淆 终极会员职业的费用为50美元 可终身使用 因此,它没有额外的每月或每年的订阅费用 此外,它很容易操作 并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 终极会员是一个伟大的插件 但它每年要花费250美元 另外,当你改变WordPress的语言设置时 也会改变Ultimate Membership Pro的语言设置 Ultimate Membership Pro有视频教程 我会在下面的描述中留下它们的视频教程的链接 WooCommerce订阅插件一年的费用约为200美元 另外,每次你卖出一个订阅 它们都要收取服务费 在视频标题下 单击显示更多 然后您将看到所有链接 在左侧,如果您单击带有图片的小圆形按钮 将带您进入YouTube频道 视频存储服务 不要直接从WordPress的媒体库中提供你的视频 我试过很多插件 但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能真正保护你的视频的插件 最好是使用视频服务或视频存储网站 一个视频存储网站将存储你的视频 并在你的网站上提供视频 而很少占用你网站的带宽 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安全保障,可以保护你的视频 我使用一个叫Muse.ai的视频存储网站 Muse过去几乎是免费的 但现在你必须每年支付60美元 Muse可以保护你的视频不被下载和链接 我将在下面的描述中放上一个Muse的链接 这是Muse的后端 正如你所看到的 我把我所有的视频都储存在这里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选择视频右上角的方框 这将在页面的底部显示控制 在页面的底部点击改变可见性图标 在这个窗口中,选择第二个名为为列名的图标 在这个窗口的底部,选择配置视频限制图标 在这个窗口中,你要告诉Muse什么网站可以播放这个视频 如果你留空,那么Muse就不会在你或任何网站上显示你的视频 现在输入你网站的根名称 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使用星号符号 这就告诉Muse,只在这些网站以及这些网站的任何子域上显示你的视频 现在,点击顶部的X来关闭这个窗口 在这个页面的底部,点击名为分享的图标 Muse为您提供了不同的选项来显示您的视频 标准选项,也就是第一个选项 将显示带有视频标题、描述和脚本的视频 第二个选项将显示没有视频标题、没有描述、也没有文字记录的视频 选择第二个选项 然后在顶部选择最后一个图标 这个图标是代码图标 现在你的视频应该弹出 在右边,你有不同的选项 第一个选项说要使用iFrame iFrame是最好的选择 但它只适用于许多页面生成器的专业版本 因此,它不会与WordPress页面生成器一起工作 另外,我将向你展示的方法之一 是如何使用称为Elementor的免费版本的页面生成器 接下来,确保所有三个空间都被选中 特别是,第二个空间,即返回链接被选中 如果链接被选中 那么你的视频将不被保护 你的视频的链接将不会被编码或加密 现在点击底部的复制 现在将你刚才复制的内容 粘贴到微软的Word或文本编辑器中 这段代码是视频的链接 它也有视频播放器的附件 然后回去点击顶部的X来关闭这个窗口 现在让我们去WordPress页面生成器 把这个视频添加到网站上 将视频添加到网站上 方法一 我使用的主题叫做Astra 阿斯特拉主题很容易使用 而且有很好的安全内涵 是的,有关于视频的主题 像你在这里看到的那些 有200多个与视频有关的主题 然而,对我来说 我发现Astra主题的效果最好 记住,有数百个主题 你可能会找到一个比Astra主题更好的 首先,让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帖子 记住页面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 但帖子对搜索引擎来说是更好的 SEO 给该页一个标题 现在点击加号图标 然后点击底部的浏览全部 然后往下走 点击柱状快图标 现在点击二列块 然后点击两列 在第一栏点击加号图标 然后往下点击短码图标 不要点击代码图标 代码图标对我们所使用的视频代码不起作用 现在粘贴你从网站Muse得到的代码 现在让我们预览一下我们刚刚做的事情 到顶部点击预览 再往下点击在新标签中预览 正如你所看到的 该视频现在是这个网站页面的一部分 在第二栏点击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段落图标 现在添加一个句子 比如说 我的妻子说我是个疯子 然而 她在嫁给我之前就知道我是疯子 因此 她比我更疯狂 这只是一个示范或练习 所以你输入什么并不重要 接下来点击底部的加号图标 并选择标题 这一部分很重要 在写着H2的地方 H2是一个标签 告诉像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 该页面是关于什么的 因此 H1是主标签 H2是辅助性的标题或字幕 等等 大多数人喜欢把标题放在视频的顶部 所以点击移动到顶部的图标 就像你在这里看到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预览一下作品 到顶部点击预览 再往下点击在新标签中预览 这里是我不喜欢 WordPress页面生成器的地方 我不能改变编剧或间距 我不能使视频变大或变小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 使用页面生成器 将视频添加到网站上 方法2 我将使用名为Elementor的 免费页面生成器 免费版本可以建立你的整个网站 然而 我将展示的内容 几乎对每一个页面生成器都适用 页面生成器Elementor有视频教程 我将把这些教程的链接 放在下面的描述中 Elementor的专业版本是惊人的 它每年花费50美元 这里有四个例子说明 你可以用专业版的Elementor做什么 我将在下面的描述中 留下这些网站的链接 对于这个网站 当我向下移动页面时 带子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这里不需要解释 他们创建了一个自定义鼠标光标 显示他们作品的不同图像 他们创建了一个自定义的鼠标光标 其中一个小点跟随一个大点 当有东西需要点击时 小点就会变成一个圆圈 现在让我们安装并激活名为Elementor的页面构建器 我不打算详细介绍如何安装一个插件 因为在这一点上你应该知道如何做 我使用的主题叫做Astra 阿斯特拉主题很容易使用 而且有很好的安全内涵 现在让我们添加一个新的帖子 现在去右边设置偏好 使帖子的格式化 首先选择模板 然后选择Elementor全宽 现在我将选择没有类别 也没有标签 讨论只适用于你在页面上有评论区的情况 然后人们可以发表评论 大多数网站没有一个人们可以留下评论的地方 所以我把这个关掉 接下来点击Astra设置 Astra是我正在使用的主题 如果你使用一个不同的主题 那么这将改变为你所使用的主题的名称 并将有不同的控制 每个主题都有它自己的一套控制 接下来我将选择无侧边栏 以及全幅拉伸的方式 接下来我将选择禁用主标题 禁用下面的标题 禁用移动标题 禁用标题 这告诉WordPress页面生成器控制着这个帖子 在顶部点击说用Elementor编辑的地方 现在点击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一栏 现在在列中点击 然后把标题小部件拖到列中 WordPress称这些空间为快 以及Elementor 其他所有人都称它们为部件 现在给标题起个名字 如果这是主标题 我会给它一个H1的标签 而不是H2 现在我将把标题放在中间 现在点击顶部的样式标签 转到排版 点击编辑图标 往下走到名为装饰的空间 并点击下画线 现在点击文本颜色空间 正如你所看到的 标题现在是下画线 文本的颜色是黑色 这些程序大部分都很容易操作 问题是要找到空间的位置 现在让我们进入顶部的前进选项卡 并改变页编剧 正如你所看到的 你可以同时改变所有四个编剧 或每次改变一个编剧 我打算增加顶部空白 现在点击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二栏 现在点击第一列 然后将标题小部件 拖入该列 现在给标题 加上H2的标签 并给它一个名字 我准备删除第二列 因为搜索引擎不喜欢 那些没有某种控制的小工具 现在点击第一栏 然后转到前进标签 现在增加左边的空白 现在点击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二栏 现在点击第一列 然后将短码部件拖入该列 现在把你从Muse复制的代码粘贴进去 然后点击应用 现在在视频的右上方 点击蓝色的编辑图标 现在在左侧进入前进标签 现在增加左边的空白 现在让我们查看一下 我们所做的事情 转到底部 点击眼睛图标 现在让我们在视频的右侧 添加一些文字 在第二列中点击 并将文本部件拖入该列 你可以让文本有子弹头 加粗 下画线等 你可以让文本成为另一个网站或文件的链接 突出显示文本 然后点击链接图标 并粘贴链接 不要忘记点击应用 现在让我们查看一下 我们所做的事情 转到底部 点击眼睛图标 正如你所看到的 当我点击这个链接时 它把我带到了另一个网站 或者 该链接可以打开任何文件 如微软的Word文档或PDF文档 然后人们可以下载该文件 要撤销你所做的改变 转到底部 点击历史图标 这将显示一个你所做的所有修改的列表 如果你选择其中一个项目 那么最上面的项目将被删除或撤销 请点击订阅 谢谢你 请点击定